《圣经》中有很多耶稣讲的比喻 在讲比喻当中,耶稣经常引用一些钱币 其中有一个比喻是说到失钱的比喻 讲到有一个女人不见了钱 于是她就挑灯赚 结果找到的时候,周围就告诉她为她而开心 这一种就是当时一个女士结婚的时候 她就在币那树穿个洞 然后就把她掉了或者绑在她的头上 这一种同钱币,虽然价值相等于10天的工资 但不是说做了10天的价值问题 原来一个女性有了这一种钱币 就好像是她结婚的结婚戒指 所以如果她是被人发现她有犯奸淫 她就要把这些钱币拿走 所以现在就应该是她没有犯这个毛病 即是没有犯错在道德上的问题 但她其实是不见了 不见了的时候就好像被人觉得她犯了奸淫 于是她就无论如何为自己清白的缘故 都要找回这个钱币出来 当她找到的时候,摆在她头上 就变成了清白 为了这件这么严重的事 她就周围告诉人家 让她的朋友都知道 她终于找回这个 保住她有一个精洁的名分的钱币 原来当时的钱币 对女性来说有这个作用